即將滿18歲的歐陽娜娜 確定今年9月重返校園 入學美國音樂學院成為王力宏學妹 據台媒報導 近日娜娜狂退工作邀約 均已沒有檔期要去讀書了 回覆劇組的製片 經記者求證相關工作人員 得到肯定答覆表示 娜娜的確說要去波士頓讀書 我們當然覺得遺憾 但也為她感到開心 其實娜娜早在2013年就考上該學校 不過當時卻選擇收學進入演藝圈 雖然曾遭算兵攻擊形象也受到影響 但娜娜擁有超成熟的EQ 證明自己並沒有放棄音樂 並且努力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 成為會演戲的大廷情家 最會拉情的演員 雖然馬聲不斷 但娜娜把這些批評轉為力量 不僅繼續磨練情技 莫續發行兩張大提琴專輯 更挑戰了多部戲劇電影的演出 如今現在更決定重返音樂圈 娜娜母親父就也表示 重回校園一直是計劃中的事 不足為奇 再三娛樂這裡報導